嗨 大家好 我是Sixia 我又来了 这一集跟大家分享书咯 我觉得这本书很可爱 我说的可爱是 它可以在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太有自信的时候 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 好 所以我来今天好好的带着大家阅读这本书 为什么要带着大家阅读 因为这本书的书评是我写的 我先简单跟大家分享 叫做主控力 副表情叫做全球领导力大师掌握人生的12个新策略 所以我会快速让大家知道这12个是什么 然后它的英文叫做In your power 也就是说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可以行动的力量 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到或是没有自信 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意识跟心情是不太一样的 你的言行不合一 你想要很多改变 但你的意识并没有真的想 就你内在并没有真的想改变的时候 你的行动就会是零 可是如果有一些行动力很强的人 他是因为他的想法跟心理是合起来的 言行合一 他就觉得我就是做吧 就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有转念跟没有转念 或是比较正向心理跟比较容易去负面思考自己的人 他们的行动速度不一样 这个没有对错 而是在行动当下 会不会每一件事情 你又会再干扰一次你的想法跟行为 这就很重要 书的最后的书评 书评我觉得蛮重要 他后面有提到一段话分享给你叫做 我们都渴望能够掌握自己人生的生活 但人生却常常不属于我们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们不是就已经好好工作 好好念书 好好赚钱 好好理财 好好谈恋爱了吗 好好陪家人了 为什么还是会有一种焦虑感 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东西 原来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还有自己的想法 就会一直会有那种黑暗面 光明面黑暗面光明面这样 所以要如何让你的想法跟心理有一致 代表你要了解自己的某一个对于 情绪想法意念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控制他 那控制真的不是控制 主控这件事就比较代表了 你是跟对方在协调 你跟你的意念在协调 或是你在跟你的沟通对象在协调彼此的想法 让你们有一个共识 所以主控力其实 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重点 是让你找到你跟自己 以及你跟他人的共识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棒 那我跟简单先分享一下 我在书品里面提到的这个title 叫做幸福从建立主控力开始 我在写书品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 这本书写了12种方法 但我怎么用在人生里面 我就开始思考我的过去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展望未来 要先思考过去 那我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出社会前的时候 都是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有的框架 就是学历嘛成绩单 然后有没有参加什么社团 叫几个女朋友 但是出社会之后 我们还有好多新的东西要去掌控 没有人教我们 可能是理财 可能是你对朋友的关系 人际关系沟通 甚至是你的兴趣 除了工作以外你自己是谁 然后还有很多的另一半的依旧 因为可能会到婚姻或是生小孩的问题 所以人生这么长的情况之下 这么多问题要面对 你无法全部都控制啊 以前的我就会认为 我就是好好控制一些事 然后就让很多事情顺其自然 可是久了以后 真的我就会开始出现一种 我执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就是固执的意思 但是是我执 也就是说 很多人会告诉你一些东西 听听听听 你还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做 别人给你一些想法跟建议的时候 你除了用自己方式做以外 你还反过来去想 为什么对方的东西给你的建议是这样 你就开始去质疑别人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 在面对一件事一个问题或沟通的时候 永远要练习回来反思自己 我怎么更好 因为我无法改变别人 所以主控力其实一开始最大的重点 叫做你如何跟自己谈判 有一个共识 你才会知道你的行为 不会让别人觉得怎么样 让别人觉得不舒服 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就写了在出社会之前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出社会以后 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要去面对 所以主控力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选择 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快速讲这12点是什么 第一个精准 对未来有清晰蓝图 叫精准 将抱怨化为正向创造 第二个叫视角 视角就是看事情的角度 所以他会建议保有信念 这个信念不是我指的 而是你相信这件事是对的 你是真诚的相信 第三个叫生理 就是你必须还是要好好面对自己的情绪 想法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所以情绪这件事也要知道如何取悦自己 第四个叫目标 从目标中获得力量 然后为你的行动赋予意义 蛮重要的 找到你自己的使命运及价值观 那第五个叫心理 不要将早期的经验内化 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评价 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害妄想症 或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吵蛇 你面对到人永远不会是一样的 而且当下你状态也不同 你会遇到每件事你会进化 所以人会进化的过程当中 不要一直被过去所挡住 好 那再来第六个重点叫专业 不要陷入无能的民思 认清自我强项 经济专业能力 认同 第七个说服 从同理心出发客制化沟通 永不放弃对话 我觉得这个slogan下得很好 永不放弃对话代表了 最后的放弃你不是放弃 而是你成全以及你接受 你才叫放弃 你才叫这件事OK了这样 那再来是伙伴 分享难处 让问题成为磨合前进的动力 天哪就真的是 这出版社真的很会写 再来是第九个保护 设定界限勇于拒绝 掌握时间以确保体力防止过劳 防护 比较像是防护自己的情绪身心灵状态 而不是别人一直索取你就一直给予 所以你要帮自己设立一个护城墙 跟一个界限其实是挺重要的 但也不要让别人不敢靠近你啦 十个真相 请听改编的声音说出事实 并谋求共同效益 但如果沟通不成怎么办 很多人都会说算了 嗯是我也会算了 可是呢 有一些更好的做法是 算了以后我们怎么一起也更好 这是另外一种选择 第十一个人脉 寻找同盟 整合不同的方法跟资源 认同 只是人脉这件事情呢 怎么经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十二个地位 用权力助人提升 同时也成为自我增长的力量 我们不是要一直往上爬 而是我们要知道 我在什么角色 我就有这个地位存在 不要一直把自己看低很重要 所以我快速跟大家分享 其中里面几个part 我觉得很棒的故事 这故事呢 我用白话来跟大家分享 其中有个主控力叫做 要视角 保持信念的这个主控力 他里面提到的案例是这样 就有一个人 他就真的很想要被老板看到 可是他一直觉得 他做了很多事老板都看不到 他已经回报了他工作状态了 可是老板还是把他当成一个 基层员工在处理 后来他发现没有 他重新定义自己在职场上 这份工作里面 他想要展现出的特质 给别人看的特质是什么 第一个他想要呈现自信 然后他想要他的意见被采纳 想要从事更激励人性的任务 但他同时间用另外一个角度 视角来看 这个职位老板期待他 第一个要有战略性 且有成效有影响力 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创意构想idea 你会发现老板对他的期待 跟他认知他自己想要期待的角色 是不同的 所以他就开始练习 练习叫什么 老板期待他有战略性跟影响力 他就想说好 那我就一直提醒自己 聚战略性的影响者会做的事是什么 所以当他在工作里面的时候 他会做每一个细节的事情 他都会想 聚战略性的影响者会怎么做这件事 他就一直用这个意念去思考 然后思考到之后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行为产生 慢慢这个行为产生后就被老板看到 然后他就开始被老板赞赏说 你这个东西做的不错 那他就开始更有自信 所以其实这个很大的重点叫做你就是转念啦其实 但是呢其实转念很难因为我们很容易卡在自己的情绪 跟被害妄想症或受害者思维 只是在视角上的不同 我们练习去想别人的视角是什么 去调整不是逼自己一定要变成娘 而是你发现你做得到你试试看 所以呢具战略性的影响力 那他就用这个来提醒自己 我觉得这故事蛮好的 然后呢第二个是他在每一个书里 每一个书的章节最后都会有个小练习 我们看书很容易把这个练习就翻过去 但我觉得主控力这件事情他叫做in your power 对吧 代表你在做这些小练习的时候 你是真的要练习 像这个案例呢 他就可以提到一个第二点很大的重点 我想要展现的特质是一个表格 这个特质但是我的团队客户跟家庭 需要我展现什么特质 我就可以去想像呢 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有一个交集点的 好那接着呢跟你分享 我觉得有个很棒的东西叫做主控力剧本 剧本是我自己讲的好但是呢 这个剧本是这样 他在书里面有提到每一个事件 因为你当下会有一些直接的反应 你无法立马去转念 可是有些事件可以有时间去等待的 好所以呢 你可以把事件写下来 然后呢把它写成一个剧本 演戏演戏了好 这个事件发生了发生A 但是发生A了以后头条故事是什么 就是假设被主管骂好了 好被主管骂头条故事就是 我无能缺乏动力 好但替代故事叫什么 就是我可以想象我现在能力不足 但是我做了什么转变 导致我可以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有点像是用be do have的概念 我成为了什么去推回来 逆向工程推回来 我自己可以现在多做些什么 所以他就建议你可以做出一个 行动力的这种主控力剧本 去回过你过去发生的事件 可能是转职失恋 这些故事其实都被让你变得更好的自己 那你先去思考 那你把这个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 你在面对一些事件的当下 你就会开始瞬间出现剧本 好怪自己 好没关系 但是呢剧本出现后 我要怎么变成一个感动的故事 可以让别人看得到 我觉得这都很棒 尤其是在职场上你待了很多年 同一个公司里面 你以为你自己没故事 但其实你故事都超多的 我在帮很多人做职业规划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比如说你在金融业待了10年 你做总机 然后换到可能公司内部去做营运 最后你做了一个可能跟贷款相关的工作 去做那种Operation 营运端 处理文件的 这些东西都是故事啊 第一个别人用不同角度来看 别人根本不知道 这样的人他每天上班在干嘛 第二个是转换上的角色 你遇到人不同 这故事是什么 他不都是一个故事吗 或者是你准时上下班 那下班后的你都在干嘛 又是一个故事啊 你以为别人会对你没兴趣 没有啊 你就是分享出来 慢慢跟你一样的人 就会看到你的故事嘛 或者是也想要这样稳定的人 就会看到你的故事啊 我们太容易把受众认为是要大众 其实不是 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里面有个很棒的章节 其他的东西呢 就建议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我觉得他们做的总结都蛮棒 然后加上这个作者 我觉得他写出来东西 还蛮吸引人的 因为他是过去的背景是 哈佛啊 西典军校白宫都在跟他合作的 他有一段话写说 平庸的人会被命运主宰 一流的人却能控制人生 right 那他有写几个比较大的重点 第一个叫做别人是我们的镜子 其实你的外在世界是你内在世界的投射 这是我之前上课学到的一段话 你投射出来的那个样子 跟别人看到同一个人 他投射出来的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别人都是我们的镜子 我们好像只看到了 他的某个点是我喜欢的 我就去羡慕嫉妒他们 可是一个人都不会是完美的 所以别人是我们的镜子 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嫉妒他人 而是我们从别人身上 可以看到自己可以学习成长的部分 以及如何透过群体的力量去发展 以及透过他人的回馈 会让你发现自己的盲点可以吧 所以你要常常问别人说 觉得我处理这件事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更好 有时候多问一句也会协助别人思考 接着就是寻找能激发你力量的人 寻找导师赞助者跟盟友 这个超棒 所以光是这一些 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很多时候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出社会后有太多杂事 要让我们觉得焦虑 可是你不孤单 因为很多人都面对到一样的问题 只是他们懂得找资源跟找方法 以及跟自己对话 跟他人练习对话 而不是把很多问题都放在他人身上 去想别人怎么欺负你 而是我们能够主控 主控自己的情绪 主控自己的想法 不是控制他人喔 主控自己在处理每件事情的态度 最后最后想要跟大家说 这本书很新 他们在这本书里面下了整个架构 拆头我都觉得非常的棒 所以非常推荐你可以去好好看看这本书 叫做In your power 主控力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